我们很高兴看到赵露丝的美丽不仅俘获了我们的心,也吸引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的眼睛。 随着罗倩准备参加海外展览,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在意大利蒂提安国际肖像画展上揭晓的油画赵小姐的肖像。 这证明了赵露丝永恒的魅力和他所引起的普遍敬仰。 他的存在真是令人惊叹,超越了国界和媒介,激发了全球的创造力和欣赏。 我们向赵露丝和这幅精美肖像背后的记忆高超的画家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庆祝这种无边界的美丽。 李王中国男演员,当他努力抓住粉丝写给他的信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爱。 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年轻的中国男演员李王让数百名粉丝沉醉在他的可爱之中。 在签名赠送给粉丝的活动中,李王展现了一种可爱的举动,努力抓住粉丝送给他的信件。 在记录活动的视频中,李王以年轻时尚的外表和优雅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努力抓住粉丝们送来的信件。 尽管有时遇到困难,但他始终保持微笑,并为粉丝们寄来的心意创造了条件。 李王的这一举动不仅让粉丝们感到幸福,还传递了一种来自名人对粉丝的爱和关怀的信息。 网络社区迅速传播了这段视频,并赞扬李王对粉丝的友好和关爱。 作为中国娱乐界的新星,李王不仅凭借其演技而获得好评,还因其与粉丝的亲密和真诚而受到赞赏。 这无疑会增加粉丝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刘诗诗和赵丽颖新造型展现高贵奢华的魅力,看出高定服装区别。 谁说闺蜜之间的情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3月10日,杨幂为刘诗诗庆生的小作文,就将两人的情意表达得十分充分。 亲爱的小刘,生日快乐,无忧无虑,一切美好都给你。 阿玛阿玛阿玛,聊聊数语,就将姐妹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最后的三个阿玛,既有惊叹,也有对于岁月无情的无奈。 刘诗诗 刘诗诗晒出37岁生日,写真自然也成为热议的焦点,一袭孔雀蓝色的高定礼服,衬托得她更显温婉优雅。 今天,我们就从刘诗诗的这款高定造型说起,看看高定服装和日常服装的区别。 设计不同,高定服装是由知名设计师或高级时装品牌设计师专门为客户度深定制的高级定制服装。 日常服装的设计则有着通用性,能够适应大多数人的体型。 工艺不同,高定服装有着独特的剪裁,注重细节和工艺,奢华而高端。 而日常服装则适应于工厂化制作、流程化、规范化生产。 面料不同,高定服装通常采用高级面料,如丝绸、羊毛、天然皮革等,质感柔软、光泽度高、手感舒适、价格昂贵。 日常服装多选择棉质、麻质、纤维等舒适透气的面料,注重日常的舒适度和耐穿性。 孔雀蓝断面礼裙,优雅高级有气场。 流湿湿的这款造型,更显奢华大气,体现出流湿湿的高贵和优雅的一面。 孔雀蓝的主色调,给人一种神秘、高雅的感觉,适合用于突出华丽、精致的设计风格。 而断面低面料,也给人一种宫廷贵族的高贵感。 裙装的上身采取修身的设计,在展现优雅曲线的同时,也更加得体和端装。 下身则采用花苞式的长裙摆,既有着层次感,又给人轻盈飘逸的浪漫感。 这款造型衬托着流湿湿游如皇室贵族的公主,给人一种高贵和优雅感。 蓝色西服外套搭配白色提花半身裙,优雅时尚有魅力。 这是流湿湿工作室晒出近期碎片中的一款造型,也是流湿湿在米兰时装周上的一款穿搭。 这是一款经典时尚的搭配风格,蓝色与白色的搭配是经典的组合,不仅展现出干练利落的形象,还凸显出清新高雅的氛围。 蓝色西服外套的稳重和白色提花半身裙的优雅相互呼应,展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感。 流金亮钻吊带长裙,高贵大气有气质。 这是赵丽颖3月10日参加获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红毯上的穿搭》,获得AFA新世代奖的踏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长裙采取金色的主色调,有着高贵、豪华的优点,能够给人一种庄重与典雅的感觉,相钻的设计,散发出闪耀光芒,给人一种高贵大气的感觉。 这款造型不仅彰显了穿着者的品位和自信,也让整体造型更加亮眼和引人注目。 这也是高定品牌特有的优点,既注重细节,又有着奢华和高端的感觉。 从刘诗诗和赵丽颖的高定穿搭中,也能看出高定服装不仅能够提升穿搭者的气质,也能够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彰显出无限的魅力。 刘诗诗和赵丽颖的新造型展现了高贵奢华的魅力,进一步凸显了高定服装的区别。 这两位演员一直以其出色的外表和时尚品位而闻名,他们的新造型再次证明了他们在时尚界的地位。 他们所选择的服装和发型章显了他们的个性和品位,同时也凸显了高定服装的独特之处。 刘诗诗和赵丽颖的新造型不仅仅是一种时尚的表现,更是对高贵奢华风格的完美诠释。 从他们的服装到发型,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对时尚的敏锐感知和品位。 这种高贵奢华的风格不仅体现在服装上,还体现在他们的仪态和气质中。 他们的整体造型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令人赞叹不已。 这两位演员的新造型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高定服装的魅力所在。 高定服装不仅仅是一种时尚的象征,更是一种品味和身份的体现。 它所展现出来的高贵奢华气质,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成为时尚界的焦点。 通过刘诗诗和赵丽颖的新造型,人们可以看到高定服装与普通服装的区别所在。 高定服装不仅在设计上更加精致,而且在面料和做工上也更加考究。 它所呈现出来的高贵奢华风格,让人们无法忽视,成为时尚界的一大亮点。 总的来说,刘诗诗和赵丽颖的新造型展现了高贵奢华的魅力,同时也凸显了高定服装的独特魅力。 它们的时尚品味和个性化造型,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成为时尚界的一大亮点。 通过它们的示范,人们对高定服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欣赏这种高贵奢华的风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